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集中成为爱歌 吃了都要爱 我同吃别度不痛快 你说 啥呀 你干啥呢 练歌的嘛 准备代表我们公司去参加铁锡好赏之嘛 我问你这啥事 你说要是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咋解 谁呀 哎呀你先别问我就说 那要是凭我多年的经验的话 那他一定是接触女人了 那要是一双丝袜呢 那就说明他这个女人不是一把你接触呗 那你这双穿过的丝袜呢 那就妥了 就说明他俩已经蹦出火花来了 啥呀 我让火花蹦着乱 哎呀 哎呀 大姐 你哥哪整正大大火花呢 大姐夫衣服口袋里找着呢 我大姐 哎呀 从我大姐夫衣服口袋里 那他顶多装个小痴花 那痴花也是一然一爆啊 哎 哎大姐你该这么想 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 长得还帅 这玩意儿 那兴许就是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 哎呀我的心啊 不是 大姐要不你这么想 哎呀我跟你想想 我不想想 我不想想 我不相信这是你大姐夫干的事 那你看 二明啊 在没弄清除之前 哪也不许说 不许说啊 大姐 成你是说这叫傻话呀 这点事我还不明白呀 家丑不可外扬 嗯 你让俩小区打听哪 就我这嘴醉那啥了 嗯 陈志芳出事了 陈志芳干你呢 你都被小区避醉的嘴 你 怎么进了 你从个小匠收集啊 来 怎么进 陈志芳 哎 过来 怎么进了 找 我问你 从去了 如果在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件女人的物品 你怎么解释 从男人身上 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那这东西 可能是他媳妇的呗 那要是一双丝腕呢 丝腕 嗯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 买的呗 那要是一双 穿过的丝腕呢 还是穿过的丝腕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 买了丝腕以后 怕不合适 自己先试了是呗 钱顺范 说得好 哎 大姐 你就应该按我的道理 想一想你知道吗 这丝腕 它不一定是我大姐夫的 哎 哎 等会儿 我大姐夫 因为啥要穿丝腕啊 什么大姐夫穿丝腕啊 是大姐 在大姐夫的衣服兜里 发现了一双女人 穿过的 揍揍巴巴的丝腕 从大姐夫的衣服里 发现了一双女人的丝腕啊 对啊 妈呀 我以为从我衣服里发现的呢 哎呀 哎呀 那快吓死我了 行了 大姐 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 哎呀 小姐 这个问题这不显而易见吗 从男人衣服里 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这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她已经碰撞出了火花啊 哎呀 我的心呢 发现的是丝腕啊 而且发现的是丝腕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熊熊燃烧了 哎呀 我的心呢 而且发现的是一双穿过的丝腕 那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火山爆发了 哎呀 我的心呢 哎呀 真上可数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山崩地裂了 前世伯 我好不想说呀 前世伯 怎么着 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 这要是你 我真信 来 去你的吧 大家伙 在我们家啊 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 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 这种事你都能怀疑我 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